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做《别想那只大象》 这本书主要说的是 如何在语言的对抗中获得压倒性的权利 注意啊 这里说的不是怎么在辩论中赢 而是怎么在语言的对抗中获得更高的权利 这是两个维度的概念 这么说啊 可能有点抽象 我们来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 当年特朗普竞选的时候曾经说 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上建起一堵墙 彻底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后来我们都知道 特朗普因为这句话没少挨骂 而且这个观点呢 也确实站不住脚 在要不要建墙这个议题上 特朗普好像没占到什么便宜 但是特朗普最后吃亏了吗 并没有 虽然在建墙这个议题的辩论上 他没有胜利 但是他获得了更大的好处 你看啊 他说要建墙肯定会有人骂他 而要骂他呢 就要分析他的建墙言论 也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建墙 肯定是因为非法移民问题呀 到这一步就有意思了 因为特朗普被骂的越多 非法移民问题就会被提及的越多 被提及的越多呢 人们就越觉得这个问题太严峻了 那么对于这么严峻的问题 谁最重视啊 当然是那个恨不得为此建一堵墙的特朗普 你看传播一轮下来 虽然建墙这件事本身未必获得认同 但是特朗普这个人 在很多美国人心里反倒加分了 你看这个过程很奇怪啊 针对这个观点 不管别人是支持还是反对 只要提及他 就一定会激活某个思考框架 而只要这个框架被强化 就一定会对你有利 这个过程就像是 你前面有两个人 张三告诉你 大象是个好东西 要多好有多好 而李四告诉你 大象太糟糕了 一定离他远一点 那请问 这场辩论是张三赢 还是李四赢呢 答案是大象赢 因为不管你最后是喜欢 还是讨厌大象 大象都已经深深扎在了你的脑子里 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张三和李四掌握的是技巧 而大象掌握的是权力 现在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 怎么让语言变成权力 不是针对一个遍体 搏倒你的对手 而是要跳出原有的议题 自定义一个新的思考框架 也就是定义一个属于你的大象 然后别人不管怎么反驳 都只是在强化你的框架 简单说 语言的权力来自于框架 这不是具体的辩论技巧啊 而是更高级的定义议题的能力 借用万维刚老师的话说呢 就是这是武器级的说服力 显然这么高深的技巧 一般的辩论课程肯定是教不了的 这得问高人 而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全世界在这件事情上 数一数二的高人 他叫乔治·莱考夫 是认知语言学这门学课的开山鼻祖 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特聘教授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更特殊的身份 那就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语言教练 不是手把手的真教啊 而是他的作品被很多竞选人当成是必读书 比如2004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美国民主党前主席霍华德·迪安就曾经说 要是民主党早几年读了乔治·莱考夫的作品 恐怕就不会丢了在白宫的权利 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本书里除了讲知识之外 还用了很大的篇幅 专门黑了美国的共和党 这其实是因为啊 作者本人是另一个党派 民主党的笔杆子 书名别想那只大象 其实是一语双关 因为共和党的标志就是一只大象 当然了 作为旁观者啊 我们可以先把作者的立场放一放 把注意力放在知识本身 毕竟立场是作者的事 而收获是读者的事 接下来我将分成两部分 为你解读这本书 前面说过 语言的权利来自于框架 而要想掌握建立框架的能力 我们得先知道框架发挥作用的原理 因此第一部分我们就先说说 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 框架发挥作用的原理 第二部分 再深入技巧 说说怎么建立框架 首先第一部分 框架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在正式开始之前啊 先回答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框架 但是到底什么是框架 简单说 框架是你大脑里 无意识的思考规律 或者说是你对这个世界运行规律的 无意识的总结 注意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规律 也就是框架一定反映了世界的运转方式 比如自由落体之类的物理现象 欠债还钱之类的人际法则都包括在内 第二个关键词是 无意识 也就是只要这件事情在你面前出现 你都不用刻意思考就能做出推论 比如你松手 铁球一定会落在地上 再比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这些规律啊 就像一套算法 被刻在了大脑的神经回路上 只要你接收到信息 就一定会按照这个方式去处理推断 这些默认的思考方式 就是作者所说的框架 那么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 框架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它不仅仅是一套处理信息的算法 它更是一个信息滤镜 换句话说 我们只能听进去符合自己框架的信息 这么说啊 可能点笼统 想要说明白这个原理呢 美国共和党和美国民主党的党派之争 应该是最合适的例子了 共和党和民主党 这是美国的两大政治党派 这两派啊 因为观念不同 半嘴那是长事 民主党给人的形象是特别慈祥的 主要是提高社会福利 比如给穷人多发钱之类的 而另一边 共和党给人的形象 有点偏向富人 他们主张啊 要给高收入的人减税 甚至还有共和党的人说 干脆不要管那些穷人的医疗保险 因为那帮穷人又懒又不工作 就知道吃吃吃 长胖之后呢 还不锻炼 生病活该 为什么需要我们掏钱去给他看病呢 你看这个言辞啊 透着赤裸裸的残忍啊 一般的老百姓听着肯定词耳 但是最奇怪的地方就在于 大家在投票的时候 大多数基层老百姓 却把票投给了共和党 就是那个偏向富人的党派 纽约时报曾经写过一篇社论 叫过着贫穷的生活 却给富人投票 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还有一位作家叫李克申科曼 写过一本书叫 我们到底有多傻 主要说的就是 美国选民根本就不懂政治 全是瞎投票 但是啊 根据乔治莱考夫的研究 这事儿并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选民不理智 而是共和党塑造了一种 更被选民认可的思考框架 叫做严富框架 也就是共和党所有的主张 言论和行为加在一起 给自己塑造出了一个严富的人设 什么叫严富框架呢 简单说啊 就是我假设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而且永远都这么危险 外面有魔鬼 处处是竞争 孩子生下来就需要严加管教 因为世界这么残酷 稍微松懈一点 就会被淘汰啊 那么这个管教的工作 谁来做呢 必须有一个严富的角色 他能够在危险的世界里面 保护家人 教孩子明辩是非 共和党承担的就是这个角色 我们顺着这个模型进一步架设 孩子必须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你自己不争气 谁都怪不得 而且假如孩子犯错了 就必须得责罚 因为责罚能让你变得自律 而自律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同时假如每个人都能做到 自律上进知错就改 这个世界也能变得更好 简单说啊 追求自己的利益 就是在帮助所有人 这就是共和党 为什么要主张给富人减税 还削减穷人的福利 因为在严富的世界观里 这都是你应得的 你努力就应该获得更多 你偷懒受穷去活该 你看 共和党这一整套严富的政治模型 里面是不是透着几分 强者的生存哲学呢 那么回过头来看啊 民主党的人设是什么样的 在美国一直有一种说法 管民主党叫妈妈党 他扮演的都是一个慈母的角色 你可以想象一下 慈母什么样呢 肯定是希望家里人都好呀 老大不争气 混得不好 那老二老三肯定得接激一下吧 毕竟家庭和谐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这儿 你肯定已经发现了 为什么很多穷人会把票投给共和党 他们不是拥护共和党的举措 而是严富对世界的假设 更符合他们原本的世界观 换句话说 严富的框架 跟选民原本的框架吻合 而在信息接收这件事情上 只要一个信息 跟你原本的框架吻合 你就更容易接受 假如它不符合你的框架 即使你明知道是对的 你也听不进去 在生活中 类似的情况也很常见 比如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 我认识一位资深的理财经理 前几年他一直想把产品推荐 给某个大企业的女高管 他已经把产品的好处 介绍得再清楚不过了 但是对方就是不动心 直到有一次他发现 这个女高管总是在朋友圈转发 王宝强和马荣的离婚新闻 他就稍稍的调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 这个女高管的儿子找了个女朋友 但他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呢 不是很满意 总是担心着对方图他们家的钱 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 这位理财经理就换了一个策略 他不再介绍这个产品的收益有多高了 而是把重点放在了 这个产品能帮家族规避风险 即使将来家里有什么变故 外星人也别想把家里的钱分走 你看 这就是换了一套框架 原来的表述框架是一套专业的理财框架 但是现在的表述框架呢 像是一出豪门家族系 而这恰恰是这位女高管原本的思考框架 果然框架吻合之后 这位女高管马上就被说动了 办了数额巨大的家族信托 你看 这就是框架的力量 你掌握了别人的框架 就把住了信息的入口 作者认为 共和党的胜利 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因为用对了框架 那么民主党应该怎么反击呢 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套新的模型 叫抚养式模型 整套理念和民主党的一贯理念基本一致 只不过是换了个说法 把慈母换成了抚养 因为在莱考夫看来 严妇是个强者 而慈母是个女性 给别人的感觉不是那么强 但是假如说成是抚养者 就好办了 因为抚养者既可以是男性 也可以是女性 有更多的解释空间 当然 抚养式模型的背后 还有一整套表述方法 咱们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内容 框架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简单说 框架就像是一个信息滤镜 我们往往只能听进去 符合自己框架的信息 那么既然框架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们应该怎么建立自己的框架呢 接下来第二部分 咱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啊 怎么建立框架这个表述并不准确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怎么唤醒框架 因为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很多现成的框架 他们相互矛盾 又彼此共存 比如 你可能上班的时候 是一个严厉的上司 这个时候你调动的就是严妇框架 而你在家里呢 是个慈祥的母亲 这时候你调动的就是慈母框架了 因此 你想改变别人对一件事的态度 关键就在于 你要在他的心里 唤醒一个新的框架 框架变了 态度自然就变了 至于怎么做 在这本书里 作者给出了很多方法 在这里我们说说 其中最关键的三步 第一步 你要从现有的事件中 发现系统性的因果关系 然后重组因果链条 什么叫系统性的因果关系啊 就是那些不能被直接观察到 需要很多步骤才能实现的因果关系 比如蝴蝶效应 这就是系统性的因果关系 再比如 全球变暖引发特大暴风雪 听起来好像很反常啊 因为变暖和暴风雪 这是相互矛盾的呀 但是假如你用系统性的视角去看 你就能发现 它们是有因果关系的 全球变暖导致海水蒸发 然后水分被吹向了北极 到冬天 水分再变成雪 覆盖在北美洲东海岸 你看全球变暖也能导致暴风雪 这就是系统性的因果关系 换句话说 真实世界是一个复杂系统 唤醒框架的第一步 就是要从这个复杂系统中 重新梳理出一个因果链条 比如作者认为啊 美国的养老金 它背后就隐含着两组不同的因果链条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退休之后的福利 也就是不工作就能拿到的钱 假如这么想 很多美国人在养老金问题上 态度就没那么强硬了 毕竟这个福利是额外赚到的 但是换个角度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延期支付的报酬 它是薪资的一部分 只不过呢要等到退休之后 再支付给你 假如这么想的话 人们就会改变对养老金的看法了 大家会觉得 这是我应得的必须给我 你看框架变了 态度就改变了 再比如遗产税 美国有一些富人反对遗产税 他们觉得 这我的钱 我给我的孩子凭什么要交税啊 但是假如重组这个因果链条 这件事情就有了一个新的角度 比如比尔盖茨的父亲曾经说过 税收就是为你所获得的权利付费 他和比尔盖茨并没有发明互联网 他们只是在使用它 并且用它赚了几十亿美元 因此 压根就没有白手起家这回事 每一名美国商人 都利用了国内庞大的基础设施 而这些让他们赚钱的基础设施 都是纳税人负担的 他们欠了这个国家的纳税人 一大笔人情理应偿还 同样是税收啊 还可以这么说 税收是我们的父母 对我们未来的投资 他们用自己的税金 为我们的公路 互联网和医疗机构投资 为了让我们的未来更美好 你看 这也是在重新梳理因果关系 因为税收是让未来变得更好 因此税收就是对未来的投资 其实所有框架的底层 不外乎是一组因果关系 因为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所有态度 几乎都来自于我们所相信的因果关系 比如你觉得欠钱的人可恶 是因为你相信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再比如你觉得懒惰可耻 是因为你相信 这个世界总是会靠上勤劳的人 勤劳和收获 这是一组坚定的因果关系 同时你也要知道 人是复杂的 每个人的心里都暗藏着无数组因果关系 要想改变一个人的看法 首先就要重组这套因果关系 这是唤醒一个框架最重要的一步 但是光做到这一步还不够 你必须还得针对这个新的框架 创造一个新的词汇 也就是把你的框架浓缩在一个词汇 或者一个句子当中 这也是咱们要说的第二步 而且注意啊 这一步非常重要 用词只要稍微差一丁点 就很可能会让你的观点变得特别平庸 即使你的理念再好 别人也听不进去 比如你想形容一个人特别有毅力 下面有两句话 你听听看啊 第一种说法是 坚持做一件事 即使短期看不到回报 也要继续下去 第二种说法是 用一个人的长期主义 去对冲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 好 听完了 你觉得有什么感受呢 是不是觉得这两句话 字面意思好像差不多 但是第一种说法 听起来好像就是哪里差点意思 其实啊 这就是因为 这两句话背后隐含的框架不同 第一种说法背后的框架非常宽泛 唱歌 学习 锻炼身体都可以这么说 他针对的场景不是很明确 但是用一个人的长期主义 对冲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 你可以感受一下里面的几个词啊 长期主义 对冲 不确定 这些词经常出现的场景 一般都是科研 创业 创新等等 在他们背后 是隐隐透露着几分精英气质的 同时又带有一点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的壮丽感 这是一场经过理智思考之后的冒险 你看 看起来意思差不多的两句话 因为背后暗指的框架不同 带给人的感受就很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说 你一定要给框架找到一个极其精准的词 因为这个词啊 就是框架的容器 容器不对 框架就装不进去 因此美国的政客们在使用措辞的时候 都要先精心设计 比如当年911发生之后 美国人曾经想过几个不同的词来描述这场袭击 一开始用的词是犯罪 后来发现 一旦这么描述 就等于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犯罪的框架 你看 只要是犯罪 你就得找到证据 抓犯人 然后再走审判程序吧 显然 这套程序并不适用 后来 他们又想用战争来描述这场袭击 发现也不行 因为既然是战争 你就得知道具体的敌人是谁 战场在哪 得按照打仗的流程来 直到最后 才把这场袭击定性成恐怖袭击 当时 小布什的演讲撰稿人叫戴维弗鲁姆 还专门创造了一个词 叫邪恶轴心 用来指代伊朗 伊拉克等等 他们认为跟这件事有关的国家 你看 邪恶轴心这个词 其实就是一个框架的浓缩 这个框架就是 对方是邪恶的 而铲除邪恶不需要理由 这是每个正义知识的义务 简单说 因为你邪恶 因此不需要理由 我必须得打你 给一个框架的专属用词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那就是 一旦有别人也用这个词 就是在强化你的框架 即使对方是反对 也一样会强化 比如当年 小布什曾经提出过一个方案 叫税收减缓 大概意思呢 就是减税 当然最受益的人 其实是美国的富人了 后来民主党这边 有人就不同意 说 你整天就想着给富人 减缓税收 这不行 你这不是增加阶级矛盾吗 表面上看 这些理由好像很充分 但是根据作者的观察 这些民主党人 其实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民主党错就错在 在反驳小布什的时候 不应该使用 税收减缓 这四个字 你注意啊 税收减缓 这四个字 其实很有意思 他说的不是降低 而是减缓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会用减缓这个词呢 大概率上 是有痛苦的时候吧 我们一般都会说 减缓痛苦 换句话说 税收减缓 背后其实隐含着 一组因果关系 那就是 因为税收是一种痛苦 因此需要减缓 从这个角度看 只要他们提及 税收减缓这四个字 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 都等于是在强化这套框架 是在强调 税收是痛苦的这个前提 因此啊 作者在书里一再提醒 当你要反驳 对方的观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使用对方的词 你要先定一个自己的框架 针对这个框架 造一个新词 然后再反驳 还是那句话 语言就是权利 当你使用对方的语言 就等于是 屈从于对方的权利 好 这是建立框架的第二步 为你的框架 创造一个专属的词汇 接下来第三步 离我们普通人就比较远了 你要借助一切舆论手段 去强化这个词 比如投广告 出书 做演讲等等 总之你得明白 建立框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游戏 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舆论工程 到这一步 已经不是技巧问题了 而是在拼钱 拼资源 硬碰硬 这个方法离我们普通人比较远 我们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好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 怎么唤醒一个框架 我们一共说了三步 第一步 重建因果链条 第二步 创造一个说法 把这组因果关系装进去 第三步 借助所有的传播工具 强化这个框架 到这里 这本别想那只大象的精华内容 已经为你解读完了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